这一幅以中国神话无钢法术作为创作灵感 Q版笔触走酷素画风 无钢不砍树把玉兔给烤了养肥嫦娥 害他拿了气球还是飞不了 另外这一幅叫盘古开天 旁边这片墙画的是挪扎闹东海 沿用鲜艳的色泽3D彩绘技巧 让偏向老旧墙面多了创作感 好 拿红萝卜 脸要转过来 平面画作变立体了 要这样拍才有感 云林四湖 博东村变身彩绘村 即将在今年11月完工 而幕后的推手来自于他 艺术家曾敬成 在这种拍照互动的方式之中 把我们的东西再推出去 四岁学画画 以前的作品多半是妙语彩绘 前几年到泰国学习3D技法 走主题画风 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嘉义豪美里 墙面路面空地成了画布 假日一天能吸引上万名游客造访 这会儿画笔移到了云林四湖 要把彩绘村的模式再复制 九个月的创作期 要让这里变身观光热点